大家好,我是产品工程组的葛淑娟 大家好,我是技术部北区的黄俊辉 今天由我们俩为大家来探讨一下关于抛毛车的话题 说到抛毛车,黄老师您认为什么样的车算是抛毛车呢? 抛毛车呀,我认为只要是车辆抛毛以后拖到店里维修的车,这些都应该是抛毛车 是的,但抛毛车不仅限于拖到店的车,也包括在抛毛现场维修的车 哦,明白了,那就是只要涉及到车辆无法继续行驶的都属于抛毛车吧 是的,我们非常关注由于制造或技术问题导致的抛毛 早在11年和13年的时候就发布过通函,以及详细的操作流程 要求抛毛车涉及到保修或者善意保修的时候,保修员需要在系统当中进行雕示 但实际的操作中,保修员是无法获得哪些是抛毛车的信息啊? 没错,从服务顾问接着开始,就需要对抛毛车进行相应的标示 在原有的通函和流程的基础上呢,我们现在希望大家也能够开始使用这个抛毛的专用章 那这个章是怎么用呢? 那我们现在去服务顾问那里去看一下 好的 很简单,服务顾问在相应的维修项目上盖章就行 那所有的抛毛车都要用这个章吗?比如说试固车? 如果很明确,抛毛的维修不会通过保修结算的话,就不用盖章 但只要是涉及到保修,那就一定要盖这个章了 那用这个章有什么好处吗? 这个章非常方便使用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个章对于保修员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提醒 大家都知道,在保修结算时 DMS会有弹窗提醒,需要选择是否为抛毛车 这时,请保修员翻到公单正面,确认是否有抛毛标志 把故障代码最后两位改为99 那看来这个章很实用啊 那我们店里怎么去做这个章呢? 不用担心,这个章我们会免费提供 近期就会给每家经销店寄送 那每一个服务顾问都会拿到 希望大家用好这个章 以便于我们收集更多的信息 来提高产品质量 是的,我们感谢大家的配合 同时也特别感谢北京运通家宝 对于本次拍摄的大力支持